其實在現階段的市況就不要嘗試亂找一些焦點 其實現在大家都是以一個見步客戶的心態 簡單一點說,上個星期誰會猜到突然間留學會說話 或者中美會談突然間會出來 沒有的,如果你只是把焦點放在一樣東西 而市場突然間有新的東西出來的話 我覺得就是無補於是 相反地你應該了解上個星期或者近期的市況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因為始終在講上個星期的波幅,波動性 可以說是十幾年來都未出現過的 你對上一次有這麼大的波動性 已經去到金融海嘯2008年那段時間了 發生什麼事,我覺得這一刻你參與市場上 由於你做任何短線也好 中長線部署上,你要了解平時發生什麼事 所以焦點其實某程度上是放在上個星期發生的事 我們要好看 我們先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在聊天 knocked